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导致孩子离家出走 而他们俩却没有齐心协力地去寻找孩子 直接引发了另外一个令人意想不到的事情 那么什么事情呢 来看记者们 于先生是一家建筑公司的项目负责人 平日里他的工作就是开着车满大街的跑 到各个工地去查看施工进度 3月14号的这天早上 他和往常一样赶往上海松江区的奢山镇 去查看那边的苗圃工地的情况 一个多小时之后他下车了 可是呢 他前脚跟才刚刚着地 后脚还没站稳呢 他就察觉到了问题 看到这个情景啊 于先生有点紧张 他仔细地瞧着瞧周围空旷的工地 这里除了建筑材料 就是随处丢放的杂物 这样的地方怎么会有血迹呢 他想想还是觉得很疑惑 顺着血迹向前查看 突然间眼前的一幕让他大惊失色 就在这个时候 于先生发现在一旁堆满垃圾的水沟里 竟然躺着一名身穿黑色衣服的男子 你发现他身上有血是吧 身上头部有 头部有是吧 对头部有 因为他上面身上头部是那个落在外面的 情况紧急 惊魂未定的于先生 立即拨打了120报警 接到报案之后 警方第一时间赶到了现场 120急救车也闻讯前来 经过初步勘察 这名男子穿戴整齐 年纪大约在40岁 遗憾的是呢 他已经没有了任何的生命迹象 从这案件当中看 这个受害人的被捅刺的部位来看 总共是身中20亿刀 主要伤及的部位 就是头面部 颈向部 就是胸腹部 然后驱干部 四肢部 都有伤害 然后整个的刀伤是这样一个情况 伤成了这样 而且呢都是要害部位 看来啊 凶手分明是想置被害人于死地 那么他们之间 到底有着什么样的纠葛 才造成了这么一起命案的发生 经过法医鉴定 男子的死因很快被查明了 是失血性休克导致的死亡 而且呢 死者身上的20多处刀伤 都是由同一种锐气刺戳而形成的 在刀的背部 它有锯齿状的这样一个构造的东西 然后它的手柄是有一个环的 那么可以说这个工具的话 并非我们通常意义上的家庭用的那种 血水果的刀 它是具有一定的很大的杀伤力 除了刀伤之外 法医还在男子的身上发现了多处抵抗伤 也就是说 男子在生前曾经和凶手有过肢体上的冲突 结合现场勘察和尸检的情况 警方很快确定 这个工地就是案发的第一现场 尸检的结果向警方传达了这样一个信号 凶手极力地想置被害人于死地 那么遇害的男子到底是什么人 他和凶手之间有着什么不共戴天的仇恨吗 从尸检的情况来看 被害人早在警方赶到前的10个小时之内就已经死亡了 也就是说 案发的时间是在前一天的深夜 这月黑风高的夜晚 周围又没有什么可供歇脚的店铺 被害男子怎么就不合时宜地来到了这片工地上呢 他是受凶手之邀远道而来 还是住在附近的什么人呢 一个个疑团 急待民警一一地解开 在现场勘察的时候 民警注意到 空旷的案发地周围 除了零星的两三户民宅之外 稍远一些的地方还有一个厂房 厂房呢 由两栋矮楼组成 算得上是周边区域里边难得的大型建筑了 案发地点实际上是一个比较就是说杂乱的 像类似于垃圾堆积场这样一个地方 旁边是一个脏水沟 然后呢 但是它距离这个有一个厂房是有300米的距离 警方从附近居民那儿了解到呢 由于那个厂房经常会施工到深夜 所以啊 上晚班的员工都会直接住在工厂宿舍里 而从被害男子的着装来看 穿得简单又随意 身上也没有携带任何的现金 那么他会不会就是工厂里的员工呢 案发地位于偏僻的乡镇 交通不便 到了晚上 更是没有直达的公交车 民警分析啊 凶手和被害人要前往这片区域 很可能有自己的交通工具 于是呢 他们调取了案发地附近的监控录像 重点对3月13号的当天晚上 沿途经过的所有车辆和人员 逐一的开展细致的排查 寻找可疑车辆的工作正在进行 这个时候呢 还在厂房里走访摸牌的民警 了解到了另外一起案件的情况 把门打开了 我问他一下 你怎么回事 他就一直说 喊他救命 保安人员向民警哭哭说 命案发生的当天晚上 他们曾经救助过一名呼救的女子 眼看着这名女子就要失去意识了 事态紧急 他们赶忙去找联防队员 叫了一下那个两个那个就是 联防队的两个巡警 也就是写警 固定十几分钟 这个警察过来 警察过来以后 那个120的也过来 昏迷的女子很快被送去了医院 而保安人员则去了派出所做了笔录 直到第二天早上 才回到了场里 现在他们遇上了前来 办理这起命案的民警 于是就把前一天晚上 碰上的情况说了出来 原本只是保安人员的 一句无心之言 却让办案民警感到蹊跷 案发地位于人口稀少的乡镇 不要说血案了 评论里就是盗窃案件都极少发生 而现在在短短一个晚上的时间 居然连续发生了两起刑事案件 而且更让人奇怪的是 死亡的男子和受伤昏迷的女子 全都是身中刀伤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这仅仅只是巧合吗 同一地区 差不多的时间段 接连发生两起刑事案件 这其中是否另有隐情 这一难一命 他们之间究竟有没有关系 他清醒了之后呢 然后才讲出来说 案发地点还有一名伤者 他的丈夫 离奇的两起案件背后 到底掩盖着怎样的真相 尖刀下的惊魂一夜 拍案正在播出 让他们说到了 警方在办理命案的时候 从保安人员的口中 意外获知了另外一起女子被刺的案件 紧接着 他们又了解到呢 那名女子前来的方向不是别处 正是被害男子所在的那片工地 这相同的案发地 相近的案发时间 相同的刀伤 民警一下子感觉到 这两起案件的发生 绝不可能是巧合 不久 好消息从医院里传了出来 经过止血处理 那名受伤女子脱离了生命危险 醒过来了 等他清醒了之后呢 然后才讲出来 说案发地点 还有一名伤者 他的丈夫 因为失血过多 这名女子的身体相当虚弱 他呢 自称是姓董 还没等到民警开口询问 他就流下了眼泪 说自己的丈夫也受伤了 那么那名已经死亡的男子 是不是就是他的丈夫呢 我就想 我以后只要不能死 不能倒下来 就这样的往前面撑 从董女士叙叙叙叙的话里了解到 他的丈夫姓渠 支撑董女士求生意志的 就是渠先生和儿子 考虑到董女士虚弱的身体情况 和心理成熟力 警方暂时停止了 对他进一步的询问 不过呢 除了董女士 案发的那天晚上 当地警方 没有接到过其他的报案电话 综合这些个情况呢 警方分级判断 工地水沟里的死者 极有可能 就是董女士的丈夫 菊先生 民警这边在询问董女士 另外一边呢 还在继续追查 案发当天晚上附近的可疑车辆 很快啊 警方呢 把这个目标锁定在了一辆轿车上 案发的当天晚上呢 这辆车经过了案发地的时候 停留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之后 才离开 警方分析 这辆车呢 很可能就是嫌疑人 驾驶的车辆 于是呢 重点对这辆车进行了追踪 最终呢 查明了这辆车的驾驶人 是一个名叫李俊文的中年男子 经过详细调查 警方了解到呢 李俊文平时坐着修车的生意 生活稳定 单身 有一个已经成年的儿子 社会关系非常简单 但是呢 他还有另外一个身份 引起了民警的注意 原来啊 他是受伤女子董女士的前夫 那么这个李俊文 和这起命案有没有关联 董女士口中的那个她 就是警方一直在调查的 可疑男子李俊文 于是呢 警方立即出动 将犯罪嫌疑人李俊文告货 还在涉案车辆上 提取到了董女士夫妇的血迹 面对铁证如山的事实 李俊文交代了刺伤董女士 杀害瞿先生的犯罪事实 事情发展到这儿啊 整个案件的侦破算是告一段落 民警很快就把犯罪嫌疑人李俊文给抓获了 他呢 对自己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 但是在调查的过程中啊 民警始终有一个疑问 根据警方所掌握的情况呢 嫌疑人李俊文和死者徐先生 他们之前没有任何往来 那么李俊文为什么要对徐先生痛下狠手呢 他们这三个人之间 究竟有着什么样的恩怨情仇呢 话说啊 很多年前因为夫妻关系不合 李俊文和董女士办理了离婚手续 对他们两个人来说啊 结束这段婚姻 彼此都算是一种解脱 因为性格不合 在那十年婚姻的时间里 两个人活得都很痛苦 所以呢 离婚的时候 他们都想着赶紧结束 开始新的生活 并且呢 谁都不想要孩子 离婚之后 董女士离开老家 来到上海打工 几年之后呢 她和徐先生结了婚 又生了一个孩子 而李俊文呢 则带着儿子和父母一起生活 孩子就由爷爷奶奶照看 这几年啊 董女士没有跟大儿子见面 可是呢 时间久了 她还是很想念这个孩子 毕竟是自己的亲生骨肉 于是呢 她想方设法地又找到了大儿子 从徐先生来面去看看 看到时候几年没见小孩子 小孩子也不认识我 后来我 她也没跟我讲话 后来我也挺伤心的 后来两三个月 我又回去 回去 就是那又到学校了 没去 然后买点东西什么的 她然后她认 就这样 董女士每隔几个月 就和大儿子单独见一面 这一切呢 李俊文都很清楚 因为她觉得 这也对孩子好 就没有干涉 这样说来 持续这样的一种状态 也没什么问题 董女士继续对大儿子 表示她的爱和关心 大家呢 也都相安无事 那么会是什么样的事情 一下子就让这个李俊文 董女士以及徐先生 反目成仇了呢 一对夫妻 一个孩子 一段理不清的情感纠葛 我想小孩这么大了 也不会那个的吧 不会的 一下子没有就没有了 两个男人和一个女人 他们之间 到底有着怎样的恩怨情仇 然后她就骂了 我说你赶快下车 就是慢慢赶快下车 尖刀下的惊魂一夜 《太阳》正在播出 刚才我们说到了 董女士和前夫李俊文 离婚之后呢 时不时去看看自己的大儿子 李俊文呢 也没有横加干涉 两个人也算是分清了界线 井水不犯河水 但是为什么后来 李俊文又对董女士夫妇 痛下杀手呢 这件事情的转折点 到底在哪里呢 这事情还要从几年前说起 当时呢 李俊文和董女士 15岁的儿子小李突然失踪了 小孩这么大了也不会那个的吧 不会说一下子没有就没有了 他说你报案好了 说你慢慢找吧 他这样说 然后我就拍照手机报案了 报案之后 我打电话过去 我说我真的拍照手机报案了 然后他就没有顾问这个事情 对于这件事情 董女士有话要说 在他看来啊 即便他隔几个月 会去看望大儿子一次 但是呢 毕竟这个孩子 是跟着爸爸和爷爷奶奶长大的 跟他建立的感情并不牢固 他甚至认为啊 李俊文跟他说儿子失踪 是因为儿子渐渐长大 懂事了 对自己另外组建家庭有意见 故意躲起来不想见他 所以呢 他也就没有再强求 因为他没后来是再婚了 再婚之后呢 又生了一个儿子 那么今年大概有七岁左右的小孩 那么他就误认为 这个跟这个李俊文的这个孩子呢 是因为怨恨他 不想见他 所以他一直认为 孩子还在李俊文那个地方 那么他也就没有多大担心 所以因为他撒谎的 他一过一 在加勒米以前的老家 都是很 那种事情都撒谎 撒得太多了 而事实上 小李是真的离家出走了 更要命的是呢 这一走啊 就再也没有了音讯 对于这一切呢 董女士就是始终都不相信 刚刚李俊文的讲法 就是说 他觉得孩子已经失踪了 然后李俊文一直不停地问 他的讲法是说 他觉得烦了 他不想让郁美再提起这件事 然后他就用这样一个方式去 儿子失踪之后 董女士始终认为 这根本就是一个谎言 是前夫刻意挑拨 他们母子之间关系的一个借口 只是为了不让他继续和儿子相见 为了这件事情 在那之后的四年时间里 两个人多次发生过争吵 直到案发当天 董女士是忍无可忍 决定呢 跟丈夫瞿先生一起 到李俊文的家里去看个究竟 在去之前 她是先给李俊文打了一个电话 得知有了儿子的消息 董女士自然非常兴奋 但是呢 她并不想和李俊文见面 于是呢 她和丈夫提前来到了李俊文的住处 准备看望儿子 让董女士意想不到的是呢 到了前夫家里 她不但没有如愿看到儿子 反而遇到了李俊文 而这个时候的李俊文已经憋了一度的火 本以为离婚之后两个人再也没有任何瓜葛了 没想到前妻呢还是纠缠不清 于是她是怒从心头起 在家里拿起了一把刀 跟他们一起上了车 一个罪恶的计划也犹然而胜 然后我说我把她带过去 她带过去她就上我们的车来 就坐我们的车 然后我老公就开着车就跟她去 在李俊文的带领下 三个人呢开车去了几处地方 都是李俊文说 有可能是儿子上班和居住的地方 那个地方呢 就是也没人 门是属的 她说上班去了 她就住在这里 因为找孩子去过几个地方 一个就是说李俊文的赞助地 然后后来呢 据双方讲 因为去找孩子还到过一个酒店 说孩子在 据李俊文说 说孩子在这里上班 那么她当然也是骗 忙活了半天 根本没有看到小李的人影 董女士和曲先生觉得自己上当了 非常生气 然后她就骂 开始没骂 就是不好听 所以没人 董女士回忆说 那天晚上呢 在李俊文的带领下 他们开车到了一条天地的小道上 四周没有路灯 也很少有人经过 因为找不到儿子 董女士就跟前夫发生了口诀 并且她动起了手 就在这个时候啊 让她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 去你比如假设 后面还有一拍吗 我坐在后面 她就来过来 把问题的外面 拉不动 因为今天我这样 拉这样揪起来 当时我 我说这边好痛 从我去 可能我 突然呢 我想起来 找到一个小道 然后就 就坐在后面下着 看到老婆被捅了 徐先生赶紧冲了上来 三个人呢 就扭打到了一起 不是你赶快下车 就是让他赶快下车 在黑暗中 施打雷震之后 董女士和丈夫徐先生 先后逃下了车 董女士跑到了工厂求救 没想到丈夫呢 就再也没有回来 男的也下去了 踩着我 住在后面发呆 就住在后面上 最后 那男的在那个 半个那个 打十块 他从上面走 他来砸我 然后呢 我变 一伤 让我去 就这样 两个人在扭打过程中 李俊文又向徐先生 刺了二十多刀 直到徐先生倒地不起 李俊文就才逃离了现场 徐先生呢 就在这么一场 本不该发生的纷争之中呢 丢掉了性 据李俊文交代说 他呢 之所以开车逃跑 主要是为了 要见父母最后一面 安慰一下两位老人 然后呢 再向公安机关 投案自首 可是呢 还没等他到家 就已经被警方擒获了 伤及的部位 就是 头面部 颈项部 就是胸腹部 我们也说 都是致命的部位 意思说 从整个的这个 伤者的这样一个 受伤的情况来看 和李俊文的这样一个 行为来看 我们说 他有 杀人的故意 在医院里 经过了一段时间的治疗 董女士 慢慢地康复了 当她得知 丈夫已经去世的时候 她是悲痛欲绝 我老公的病 伤掉了 我那个小孩 听你跟我 爸爸 爸爸 我心里 两次都要死 李文学 一下子 儿子 你可能 受得了吗 在董女士的家中 徐先生 是顶娘柱 她开了一家装修公司 事业才刚刚起步 而这件事情发生之后 董女士不但要维持生计 还要独自照顾 年仅七岁的儿子 现在刚稳定下来 就是说 我们还欠了银行的钱 刚稳定下来 现在就是他赚钱 基本上够家里面用的 我现在失去了 那个政治内容 我现在要是上班的话 我这个样子早班上 找得到吧 我肯定没人用了 除了要面临家庭的 经济压力之外 几年来始终下落不明的 大儿子小李 也是董女士 悬在心头的一块心病 下来确实有这样一个记录 也就是说 有这样一个 小孩失踪的这样一个记录 那么核实下来 但是目前来讲的话 小孩子现在还是下落不明 我们公安机关 也是在继续的追查过程当中 李俊文必须要得到 应有的惩罚 但是这件事情 让人的心情感觉挺沉重的 本来小李失踪 为人父母的 应该齐心协力的 去寻找孩子的下落 而董女士和李俊文 他们俩倒好 他们非但没有一起 想办法去找孩子 反倒因为这件事情 埋下了祸根 最终酿成了悲剧 该说什么好 显然 这让我们看到的是两个 并不负责任的父母 我们想 如果他们任何一方 能够对这个单亲孩子 表现出足够的爱和耐心 恐怕孩子也不会 离家出走了 这样的悲剧收场 我们只能是感慨和唏嘘吧 好 每周晚上的8点20分 江西二套 你不知道的江西 第三季 强势回归 全新赛制 巨额大奖 新奇玩法 守候王者 再现江西荣耀 一定要准时收看 我们明天见 男子惨死家中 同床共枕女子 却神秘失踪 当时根据在床上 床上两个床铺 两个等床 我们确定 这是因为有两个人 两个人在床上睡觉 被移近亡命天涯 他为何突然向警方 报警求助 发了一个信息 就是还是说要求解救 他们现在在安平 那个瑞祥超市二楼 睡梦中的谋杀 他呀明晚不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